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Swift UI 今天是第14期 在给您分享课程之前 首先我还是先感谢一下能够开通我YouTube频道会员的朋友们 您的支持是小马一直做下去的动力哦 真的是非常的感谢 好 那咱们开始今天的主题 什么内容 大家请看我的标题 导航6的基础是这样 咱们在使用iPhone手机的时候 其实安卓也是一样 经常有很多上下页面的关系 副页面 紫页面 会有一个导航的机制 让咱们可以来回来切换 对吧 这个机制其实是手机内部给咱们定义好的 咱们开发人员仅仅去熟悉使用它的这套导航机制就可以了 今天我就给您介绍一下导航6的使用基础 今天我仅仅是给您讲解导航6 具体怎么导航 由副6如何转到子6 这个我放在下期给您讲解 今天咱们先定制一下导航6 好不好 OK 这是非常基础 但是也重要的知识 咱们就一起来学习一下 好 咱们先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就一个导航6的基础 哪个6 大家请点就是这个 navigation没有 navigation 是吧 好 咱们就今天学习一下它 咱们学习 咱们马上看代码实战演习的部分 咱们看 首先我有一个view 叫做contentview 对吧 这是咱们的主页面 对吧 在这里面我定义了两个属性 这个跟导航6没关系 我只不过是为了给您演示 如果定制的话 咱们编点简单的逻辑 对吧 这个逻辑中就用到这两个属性 哪两个 大家请看 一个是设置颜色 一个是设置粗细 对吧 这两个都是布尔形 默认是false 好吧 OK 一会咱们就会用到它们 接下来body里面这一上来 大家请看 就用到了导航6 对吧 导航view里面 导航view其实就是一个长方形 对吧 就是一个巨型 就是这么一个区域 对吧 它里面默认是什么都没有 那么咱们给它装什么东西 是咱们自己说了算 那么我今天导航view里面都装了些什么东西 大家请看 其实就是这么一个way stack 我就装了它 对吧 其他我什么都没装 我就装了它 这个space stack里面显示一个文本框 叫做hello world 没问题吧 然后同时设置一个前景色 大家注意看 这个前景色就用到了咱们这个状态对象 side color 对吧 如果这个side color是true 前景色是红 否则是蓝 对吧 OK 大家请看 其实咱们这个程序简不简单 整个的页面就显示这么一个东西 其他什么都没有了 OK 然后呢 我对这个way stack这个框架 又做了一点 这个叫框架好吗 应该叫做这个怎么说呢 view builder 对吧 里面可以装各种各样的内容 但是它是垂直排列 对吧 我又设了它一些个属性的修改器 哪些修改器 大家请看 左右加上一些个间距 对吧 然后设置它的字体 如果咱们模板级的这个加粗视为真的话 咱们就显示大标题 否则的话呢 显示一般的字体 好不好 OK 然后它的这个boulder 是什么 不是指它这个外边框 这个way stack 可不是这个view 是这个way stack的属性 有个boulder 我把它是红色 宽六个 没问题吧 好 咱们到这为止 这些个内容 是咱们今天这个页面中 这个导航view里面所显示的这个紫view的内容 就这么多 好不好 接下来咱们要设置咱们的导航view 或者说定制咱们的导航view 该怎么定制 大家请看 导航view 咱们大家都用过 它就是上面有一个导航条 下面有一个显示区 对吧 显示区 咱们显示了刚才的这些内容 没说的 那导航条咱们怎么设置呢 导航条当中 咱们应该先给一个标题 对吧 大家请看 navigation by title 这个位置就是给咱们导航view的这个title 导航条里一个标题 叫什么 大家请看 我叫home screen 叫什么 主屏 对吧 然后 这可以跟一个显示模式 是你是阴烂 还是让它大标题显示 这个地方 为了好看 我这个地方给的是阴烂 是这样 在咱们当初使用Xcode 11的时候 这个地方的阴烂是iOS 13就支持 但是咱们升到12之后 这个阴烂就变成只有iOS 14才支持 这个是苹果一个怎么说 狡猾的地方 它把它API升级了 它让咱们必须把咱们编写的支持的操作系统 这个iOS4版本也要升级 这个是苹果很狡猾的地方 但是没关系 咱们若是iOS 14的话 这个是可以使用的 143的话 现在咱如果用Xcode 12是使用不了的 这个阴烂 好 这是一个小知识 因为我上个项目用到了 接下来大家请看 咱们的导航条有了小标题之后 咱们还可以定一些其他的区域 比如说Leading 左面这个区域定什么 就左面这个区域 大家请看 我给了一个按钮 改变字体 对吧 当按下的时候 这么多 当按下的时候 就把Bow的属性做一个toggle toggle是什么意思啊 toggle意思就是说 如果您是true 就把它变成false 如果您是false 就把它变成true 就这么一个简单的功能 对吧 ok 然后这还有一个trading 这个leading跟trading正好是导航条的左方和右方的两个view 对吧 那么左边咱们给了一个改变字体 右边咱们给了一个改变颜色 好吧 它对set color做一个toggle 就这么的内容 其他就没有了 好不好 ok 咱们把它关上 显示区 把它关上 这个关不上 一会我口味会关上 然后大家注意看 在最外层这个navigation view的时候 大家请看 我还给了一个boulder 车上一个绿色三个像素粗 这是什么意思 这是说 在咱们整个view的边围 我又给画了一个框 它是绿色三像素 好不好 一会咱们看到结果 刚才我说这关不上 是因为我现在是VScode 我这个快捷键在Scode中是可以关上的 咱们显示区 马上在咱们Scode中 咱们键一个 好 试一试 开始啊 下一步 然后敲上 My app没说的 然后在桌面也没有问题 每期咱都一样 然后咱们最大画这边都关掉 按这个command加回车把它关掉 ok 然后在这里面咱们加咱们自己逻辑 怎么加就是这些 首先把这模板级的状态两个烤过来 一个是加粗 一个是颜色 好吧 然后咱们再考上 NavigationView里面 Body里面说的内容 拷贝过来 没有问题啊 好 咱们编译一下 command加B 没有问题 成功对吧 好 那咱们马上运行 我选择我的8家 好 运行啊 不知道咱们大家有没有订到这个 iPhone12的 好像比较抢手 尤其蓝色更抢手啊 正在运行 第一次装载稍微有点慢 花个几秒钟 ok 起来咱们看一下啊 刚刚给您讲这么多 您现在要有一个感性认识了 稍等我这怎么还没出来呢 有点慢啊 出来了 咱们大家看 大家请看 出来了吧 这个是咱们整个这个 NavigationView里面显示的内容 其实就是这个红框框的内容 它其实就是这个VStack 没有问题吧 ok 稍等我把这个关掉 ok 它就是这个VStack 这个VStack里面内容就是这么一个文本框 再加一个红的边框 对吧 在这个地方设置了 没有问题 接下来大家请看 咱们这个导航View呢 有这么三部分 第一是这个title 没说的吧 然后呢 只有一个leading 这个leading是这个地方 稍等啊 咱们拿代码看 这个地方 leading 这个地方 在leadingView里面 我呢 仅仅有一个按钮 其实咱可以有多个 有各种各样的空间 各种各样的view都没有问题 我这只有一个改变字体 没有问题吧 这是按钮 然后这个trading 推行是右边嘛 这个地方有叫做改变颜色 也是一个按钮 对吧 这都没有问题 这就是咱们整个view的样子 那么好 当我点击改变字体的时候 刚才跟您说过 这个地方呢 它会把这个sideboard呢 进行一个toggle 就是说 真就为假 假就为真 自动变换 对吧 那咱们试一试 当点击之后 那请看 咱们这helloword变大了 为什么 因为sideboard变成true了 如果变成true的话 在这个地方 咱们这个显示样式 要变成大标题 而不是body的小字体了 对吧 所以说它会变大 再点一下 就回来toggle嘛 那请看 没问题吧 OK 这个咱们就控制了 咱们这个导航条的左半部分 那右半部分呢 改变颜色 改变颜色的话 咱们设置setcolor 没有问题吧 setcolor 然后这个地方 根据这个color不同 显示这个内容也是不一样 显示内容一样 显示的颜色也是不一样 好 咱们试试啊 Go 大家请看 是吧 OK 咱们今天的例子就这么多 我给您演示了一下导航view 虽然它没有导航 但是呢 导航view如何显示 如何定制 以及如何和用户交互 大概呢 您是可以理解了 对不对 那么咱们在下期 还是利用这个导航view 干什么 咱们点击点东西 让这个页面呢 进行切换 由一个页面 比如说由一个列表页面 切换到详细页面 由login页面 切换到咱myplay页面 都是可以做到的 该怎么做 咱们下期讲解 好 以上呢 就是今天给您分享的所有的内容了 导航view 是咱们开发APP当中 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概念 您一定要掌握 没有之一的重要 尤其呢 它的定制 对咱们工作来说 也是非常的有帮助 您一定要会哦 好 我今天的代码呢 都会放到GitHub上去 有兴趣的朋友 您就下载参照一下吧 OK 那这期视频就这样 感谢您的收看 咱们在今后的视频再见吧 拜拜